哈嘍大家好,我是哈嘍瑟琳的Luna 那我们这位是ILEC的Emily 大家好,嗨,我是Emily,你们好 那请问一下Emily,我们今天是在ILEC的哪一栋Building呢? 我们是在我们的University Pathway Building 也就是我们大专院校衔接课程的校区 是,那可以带我们参观一下吗? 当然可以,这是我们算是最新的校区 那这个大概是两三年前的时候 在疫情之前的时候我们新改建的一个校区 那这个校区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Location特别的好 因为我们过往都是在Young and War附近 那这边的话呢,是在我们的University and College 算是China County 就是往东走呢,你是小意大利城 往南呢,你就是中国城 那往东走的话呢,就其实很容易 就是可以搭到我们的Street Car 然后接到我们的百货公司的地区这样 所以相当的相当的便利 那多么多大学呢,就在我们的镇对面 那其实这边还算是一个文教区的代表 那我们的校区呢,其实在疫情之下的话 我们之前是比较工业风 那我们为了让欢迎就是学校 学生回来我们的校区学习 更有一个焕然异新的感觉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就是比较绿意盎然的感觉 就是比较森林风 或者是有人会开玩笑就是有点像是Instagram的风格 就是到处的角落你都可以拍照啊,上传啊 跟大家分享你在艾勒读书的整体的环境这样 那整体绿色的感觉也是对学生也是蛮 在学习上面来说也是蛮好的一个环境跟颜色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表现吗 当然可以吗,这边可以参观一下 对,就是我们现在蛮地有空间的 因为它就是整体都是像是落地床的感觉 所以整体的空间会比较大一点这样 是,那我想问一下喔 这一栋啊就是我们有说教室名的话 都是UB什么什么嘛 那今天这是什么样的缩写呢 这个的话还蛮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就是新生训练的时候 我们会,目前在多很多的话 我们目前有三个校区 Main Building, Dream Building 跟University Pathway Building 那这个Building的话就是你看到UB的话 其实学生就要看这前面两个的字母 就知道它的校区是在哪一边 UB的话就是University Pathway Building 那我们有Dream Building 就是D开头的 以及Main Building就是M开头的 所以学员看到它的那个Schedule的时候 就可以从他们这两个字母 知道它在哪边上课 是,那我想请问一下说 就是像我们一般啊 当然目前都是几个学生呢 现在的话大概是抓到18到22上下 因为像我们这个Building 还有我们的Dream Building 我们其实都有 在疫情之下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更动 那我们把整体的教室 比较扩大一点 让学生是可以 比较多一点的学生 但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这样 那我这边还要特别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iLab非常注重我们的多元文化 所以教室的号码牌上面来说 都会看到不同的国旗啊 去展现我们对于各种文化的重视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栋都是Pathway的学生嘛 是 那想请问一下 就是你们在对学生上面 有没有对于这种前接课程的同学 有什么样的照顾呢 我们的话 我们每一个校区都会有学术部门的人员 在这边协助学生如果换班啊 或是老师上课有什么种种的问题 都会有学术的人员在这边做协助 那当然我们也会有Pathway的那个专员 都会在校区里面就是说 诶学生如果说他今天针对升学课程上 有需要额外的资讯的话呢 在校内都是会有这样的协助的这样 那嗯 特别是Pathway的多点 我们是把所有的Pathway的学生都集中在这边 是 这里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其实 呃原学校其实我们承载很多来自于 呃各地不同的学生 然后来到加到各地各种不同的学习的目的性 那如果是Pathway的学生聚集在一起的话 他们的goal是一样的 所以整体的学习的风格是比较不同的 那刚刚你说你在general english来说的话 学生来说 诶我可能来今天三个月 我本来就是想要旅游加上学习 那他们的学习的风格就是比较偏 哦我学习之外我想玩 那Pathway的学生来说 他会相对他想要认真一点 他可能不想要那么多出去的机会 我就是要赶快把我的课程完成 那么呢我们认为这样对学生来说是 他们的目的性一样 所以整体的学习玩具对他们来说 绝对都是比较鼓励性比较加分的这样 对因为他们目的性一样嘛 可能大家都想要接着在9月开课啊 1月开课啊 他们的时间上或签论上的限制是说 他们必须要在哪一个时间完成他们的语言课程这样子 对了解 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有一些同学或者家长啊 都不理解说为什么学校会不收了 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这样的情形 当然可以啊 因为其实我们我们其实在疫情之下 iLeg经营的非常非常的好 不管是在学生的人数上啊 班级的整体的稳定度上面来说 这点来说其实对iLeg是非常非常大的肯定 那也在这个部分也可以对于家长 或是学生在选择学校来说 他会知道哦这学校经营的很好 那这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message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暂停招生 是因为你其实看我们的学生环境 而且我们不想要学生里面是 哦超过25个学生 那导致说哎现在又因为疫情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等等很多的很多的考量在里面 那当然还有技术 技术家庭来说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说 现在是有点吃紧的原因是说 因为疫情之下 所以很多的规定都变得比较严苛 那相对要成为技术家庭的人 这些的家庭的数量来说 对我们来说也是有些影响的 所以在整体的呃 斟酌考量之下来说 我们才会有暂停招生 其实为了就是提供更好的学 环境居住的品质给学生这样子 那我们当然也不希望超搜的状况之下 让学生来有不好的体验 我们希望学生他来是在艾累 有最好的一个体验的学习跟居住 任何的任何的呃 体验来说都是达到最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才会有暂时呃 暂停招生的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动作这样 嗯 那我另外想请问一下 像这边的区域是什么样子的空间 对这边的话呢其实就是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提供一个很休闲的方式 就是说大家不是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 或是像补习班这样的感觉 所以就会你看到我们整体的学习环境是相对的轻松 让学生有一个比较呃 休闲的一个环境 像这边还有我们这边的篮球啦 让学生可以偷偷来来解解压啦 对 然后这边的话其实 嗯 就有点像我觉得算蛮可爱的那种茶户的氛围 Coffee Shop的那种氛围 让学生可以就是在这边可以跟他的朋友交流啦 下课的时候休息一下啦等等的 那这边也有我们那个的 Microwave 就是让学生他如果带午餐来 早餐来 如果需要加热的话 其实这边都有非常好的一个的环境的学生 这样子 对 然后像这边的话也有一边的Career的 对 假日的话可以有 对其实很开心的就是说 我们其实现在的整体的生活方式 都尽量的回到疫情之前 那当然还是有些落差 但是我们尽可能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的话 还是回归到以前我们所提供的服务给学生 所以说呢我们温哥华 我多人多的话是跟ISX做我们的那个活动的搭配 这样 那其实它一直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活动搭配的旅行社 那它的专门就是提供给国际学生 像是如果你要去美加大破破啦 如果你要去Montrail啊 如果要Quebec或是其他的旅游景点的话呢 都可以跟他们做报名 那还有很多像是我们有 像我今天来 来 找你们之前的话 正好遇到我们学校的故事 所以他会在那边 所以有的学生可能对于疫情是 比较想要多点了解的 或是如果之后 确诊或是发生什么事的话 我的下一步是什么 像我们有故事在这边去跟学生做一个很好的解说 其实我们都希望就是提供多元的服务 让学生知道说来来来读书是可以很放心的 对 了解了 对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对于活动想报名 或者是说你要买书 用书的部分来说还在这边 但很快的我们可能是 都会变成是电子书籍的这样子 嗯 了解 就说如果在加拿大现在我确诊的话呢 其实你也不太用回报 比如说你今天是很严重 那当然都会要求你去救护 但基本来说如果你的感冒症状像是 你的症状很像感冒这样子的话呢 继续在家里就是隔离五天 那五天是基本的 那如果说你的症状还是有继续的话呢 那就是你要继续隔离到你没有症状为止 对那这点可能跟台湾比较不一样一点这样子 那这边来说就是共存了 真的就是共存了这样 那我自己又得啦 所以呢 呃 I was fine 就是我觉得 还可以就是流行性感冒这样子 那其实也要跟很多想来加拿大的学生去解释这一块 就是说 嗯 当然没有人想生病 不管你今天是流感 或是任何的生病 没有人想这件事情 是 但是变成就是说 我希望大家对于就是 我们讲的COVID-19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我觉得在观念上来说 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点 那你来加拿大的时候 才不会觉得说有个很大的落差 因为这会 嗯 这样的落差可能在 不管是参与教室的课程 或是你要跟朋友出去玩 或是你要做书来说的话 这样的落差的时候 往往会造成很多的误解这样 是对那我想另外请问一下 就是我满足工具会担心说 那如果我今天得COVID 那我课程怎么办呢 好这点很重要 如果你得到的话呢 就是你给我们 呃跟我们说 然后给我们一个证明 那我们的GSS 就是我们学生的顾问部分 或是我们学术 顾问的部分来说 就是跟我们说 我会把你做你的课程的调整 就是说 基本上来说 看你通知的时间点 基本上来说 都是以周一为单位 然后呢 把你的课程做顺利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好好的休息 那我个人的建议如果你是 因为隔离是五天嘛 那因为我们的课程 都是每两周一个集字 嗯 那当然如果学生觉得说 没关系我回来就参与考试 我就算上一半没有学到 他OK那就OK 一般来说 我会经理学生一两周为单位 对 因为他再回来说 才可以回到每两周 单位的一个正规的循循 对 只想一个cycle 这样子 所以呢 对学生来说可能会比较好 对 那当然这个东西就是建议 对 那我想问一下 现在是完全实体归实体 线上归线上 对不对 是的 我们的实体的话呢 就是实体课程 我们在网站上面都很清楚 就是说 成人的课程呢 有30跟38堂课 这些都是实体课程的实书 即期上有课程 那么呢 嗯 如果你是参加KISS Program KISS就是20堂课一周 15个小时一周 那这个就是KISS课程 对 那如果你是要签证 或等等 我们都是建议 一定要做实体课程 对 如果你人在海外 我们都是可以建议上 线上课程这样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我们希望学生到加拿大来 才是上的实体课程 因为实体课程有它的优势 有它不同的体验给学生 这样子 对 换课会等很久吗 还是可以跟柜材询问 换课可以跟柜材询问 你也可以写信 对 那因为换课的话 我们也希望学生了解一下 就是说 其实呢 我们基本上 我们目前ILED的整体人数呢 已经回到了我们 还没有疫情之下 当然是在他线上 我们线上课程大概有3500上下 那我们多论多的学生 大概有2000多 文革化大概1500上下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回到了我们 疫情之前的状况 这样子 所以说 可是因为像刚才你说 为什么要停止到3 其实就是因为人数 加上现在的环境 我们要更好的一个 安排给国际学生 对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其实是还有关于国际比例的问题 没错 这点非常的重要 那回到刚才你的问题 就是换课的部分 我们会希望学生说 以ILED的角度来说 我们都会尽可能去满足 学生的诉求 但是换课有一个东西 就是说 像刚才你提到的国际比例 如果这个班级里面 太多讲同样语言的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 帮你认识这个老师 但是呢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现在人数跟班级数量是够的 所以说比如说 我今天是level 8级 那你今天说 我要到路纳的班级 可是路纳班级已经满了 但是你又不喜欢你现在的老师 那我们可能还是会帮你 调整其他 建议你其他的老师 至少让你有转换的机会 然后至少就是你现在现有的问题来说 我们尽可能去解决它 那如果换课的部分来说 我们大概学术部分 会三到五 两到三天的时间 那一般来说 是主要开课日才可以换课 因为我们的上课时间 是主要开课日 考试周 主要开课日 考试周 考试周的话 如果你提出换课的话呢 通常会从主要开课的开始 是 对 通常我们如果要事先提出申请的话 大概有多久之前要提出 我们建议如果说你今天 就是主要开课日开始 比如说我这个周是6月6号 对吧 那我今天上了两天课 我不选择考试 OK 那我们就可以提出换课 那基本上来说 可以在这周晚还 可是如果从下礼拜晚 下礼拜是考试周 我们就要等考试周过了 才可以从下礼拜一晚 那你开始玩家 那我强调一点 换课这东西来说的话呢 我们是提供学生多一个的服务 老师不会挑学生 但是我们 那你现在要换老师的话 其实也是 我也可以是理解 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的学习 老师不一样 不代表这个老师 哇 他成络就是 他的教学的模式 有没有符合我的学习的模式 对 那所以说学生也不用觉得 换课觉得 啊我好像很抱歉很累 就会不会对老师造成什么 其实不会的 那当然 如果你的班级里面 老师是有较不合理的行为 那当然一定要向我们审计 因为我们希望确保 老师 环境 学生都是有最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 这样子 嗯 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就是 也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houtro study的学生 其实有时候也会在课堂上 或者说 他可能有其他同学啊 如果有让你有什么 遭遇了一些 你可能觉得 需要讨论的部分的话 其实有 满足同学会主动跟我们说 那我们也通常都会在 第一时间就是应该说 12小时或14小时内 一定会让学校知道 然后尽快把它处理完 对 这一点就是大家都可以放心 对 就是基本上学生的建议 我们都会尽量的去聆听 就是说 我们会去听 诶是怎么样的回事 那有必要成 有必要的话 我们就一定会去上报 给我们的 比如说学术部门的租外 对 如果说这个东西是 有必须要解决的部分 来说我们都是尽可能 去聆听学生 然后去解决问题 这样 那最终就是 希望学生有很好的学习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 Emmel已经给我们带来的 iLab Passway的校园专绑 不会 谢谢 谢谢你们 希望今天的影片 让你有更多的了解 关于我们iLab的课程 以及我们iLab Passway课程的咨询 所以希望说 如果你有想要在加拿大游水的话 你可以考虑我们iLab 你绝对不会后悔 是 好的 而且这也是iLab的效果 好的 那我们就要iLab的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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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